这是日本版的红巨人 只能他腾空而起 愤怒地砸向幽柱 幽柱连忙躲开了他的攻击 钢轨的拳头砸进了车底 只能留下了一个顽口大的凹痕 原为以为 这里无理伤害拉满了幽柱 在这次强体队缸中 彻底落了下风 好在钢轨并没有幽柱灵活 幽柱穿透在车厢之中 以试炼令钢轨没办法近身 气愤着他拔下了车门 朝着幽柱砸去 幽柱连忙跳跃躲闪 车门直立航车在另一辆车中 炒呼长连的力量 令幽柱倍感压力 他骚不敢和钢轨一般 大开大壳地去打斗 幽柱稍微一失误 便被钢轨掐住脖子 重重地甩了出去 他想要故意重拾躲进车中 却不留钢轨直立怒气直拉满 一群将汽车撒出个大洞 所以将整辆车甩飞出去 幽柱趁机躲了起来 开的蓄力才直接凝结零纹 遗憾的是根本没有成功 幽柱想要主动进攻占据优势 却不留被钢轨实力直接碾压 幽柱再次被扼出了命运的烟吼 他以为自己的生命 要再地走向终点时 小郎竟然勇敢地站出来 是否出称制止钢轨 钢轨扭突发现 是一个美味的灵魂后 直接将幽柱丢掉 并捡起了秘宝 将小生的灵魂吸了出来 可怜的小男孩 还没来得及跑 就晕倒在了地上 幽柱想要制止钢轨作恶 却不留钢轨之间 你的小生的灵魂 就要送入口中 是连幽柱怒气之拉满 他仅仅一个石块 丢进了钢轨的口腔之中 迫着他张开了嘴 从幽柱趁其骑在了钢轨身上 连接出一个巨大的灵魂 塞进了钢轨口中 请他吃了个饱饭 强大的厚佐力 直接向幽柱振飞 解决了钢轨之后 孩子们的灵魂 也被解决了出来 幽柱抱着幽幽撰起的小生 感谢了他的勇敢相助 随着一群人围在笼子旁 催促着里面的女孩哭泣 提性子的男人 直接拿着雪茄 烫在了女孩的手臂上 只能一颗眼泪 从她的眼中滑落 随着凝结成形 一颗真坠的冰泪石 令烫他的男人大笑出声 拿到冰泪石后 男人迫不及待地送去拍卖 好歹他的手下 会偷偷帮女孩包扎伤口 这也成为了他唯一的温暖 随着女孩的哥哥飞影 只能用秘宝 搜寻他的下落 他正在三大怪物盗贼之一的飞影 如今临月月圆之夜 母带有其担忧 暗黑镜被盗贼利用 因为只要在月圆之夜 对了这个镜子 许下任何愿望都会被实现 如果恶人许愿知道灾难 人家将会生灵涂炭 决动在幽柱身后的桑原 也提问这个秘宝带来的后果 是觉得妖魔可憎 但在接下来幽柱的行为 却对桑原很不理解 幽柱受到了藏马的邀约 来到了一间重症监护室 他正前的房间 设备有陷阱时 藏马突然现身 所谓三大怪物盗贼之一的藏马 别人自己 用暗黑镜许愿后 并会归滚 他曾经见识 无忧助对抗钢鬼 迸发出了强大灵力 不愿两倍巨伤的藏马 主动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曾经重伤的藏马 为了逃脱敌人追捕 负责了人类的树精卵中 他伪装成人类小儿秀衣 在母亲细心呵护下长大 原本计划的身体恢复了 就离开人间 却为了母亲突然病倒了 多年的感情 令藏马难以割手 于是地勾结其他两个妾赛 到处都可以许愿的黑暗镜 藏马承诺了治愈好母亲后 自己就会主动归滚 犹如因此身中触动 决定不干涉藏马的心愿 母带却突然找到幽主 告诉他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边的暗黑镜 许愿打承后 许愿知人要付出同等代价 这种意味的藏马 如果想要救活母亲 就必须牺牲自己 很显然他也知情 桑渊觉得照处的怪物 并不理解得了死后的幽主 为什么想要去阻止 眼开已经月圆之夜 幽主来不及给桑渊解释 快速地跑向了病房时 却为了丧马已经启动了暗黑镜 于是幽主毫不犹豫地 闯进了阵法之中 他最终选择了和丧马平反代价 用自己的半条命 成功地保住了丧马 追过来的桑渊 发现丧马做的一切 是为了人类母亲后 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 鱼的桑渊 逼扭地到了浅 此的男人正因为 用生产魔灰虫的天空 和左近教会兵女一事 后悔不敌 他嫌这个兵女产量太低 如今唯一一颗兵类屎 在交易的路上被妖怪抢走 自己的车子被劈成了两半 男人怕惹她麻烦 想用撕毁合同 左近全程陪着笑脸 表着男人只要来自己的私宅 他就可以让兵女产兵类屎 然后挂断电话 左近直接变了脸色 他转动呼唤暗处的护鱼旅 是一起开着行动 出出茅庐的灵界侦探幽柱 一阵从钢鬼手中夺回了恶鬼域 并用半条命帮助藏马完成心愿 去回了暗黑镜 现在只剩下最有一件大杀器 降魔之剑 谁如果能够获得此秘宝 谁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能力 小妖妖也预料不到 飞影增行了什么技能 他安排了幽柱夜叹猴窄 并保证飞影准备攻击珠宝伤 当幽柱靠近人群时 被众多子弹的射击声 吓得插得脚下一滑 保镖们发现飞影 这个子弹都打不穿的怪物后 只能老实交代 音律已经被转移的位置 飞影只要追问下去 幽柱这个没眼色的 就直接现身 要抢夺降魔之剑 飞影认出是灵界跑腿后 直接让他靠边站 这么拽的哥们 幽柱还是第一次见 他直接对飞影发出挑战 确不出对方攻速惊人 直接绕走的幽柱背后 你有表现的嘲讽 他的无脑 连人之间的两在 也彻底解一下